在中国传统的命理观念中,鼠蛇之人常被赋予智慧与洞察的象征,他们在生命旅途中,往往能遇见那些对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贵人。 据说,每个鼠蛇的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三位重要的贵人,其中之一可能就在你的周围,无声无息地塑造着你的未来。 从古老的天干地支系统来看,蛇对应的是似火,而在五行中,火象征着主动和光明,预示着鼠蛇的人有着照亮他人,温暖周围的内在品质。 这种品质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,也使他们自身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。 在命理学的理论中,贵人的帮助被视为一种能量的交流和共鸣,鼠蛇的人正是因为这种特质,才更易于吸引那些能够给予支持的贵人。 根据《易经》的梨挂,与鼠蛇的四相对应的是火,代表着光明与智慧。 梨挂的象征意义强调,鼠蛇的人不仅拥有自身的智慧之光,也能够吸引那些同样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人。 这解释了为何鼠蛇的人在关键时刻常能遇到贵人的元首。 这三位贵人中的某一位,可能就是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,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邻居和商家。 从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来看,四伙能生土,土又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,木在生火,形成一个完美的生生不息的循环。 这个循环象征着鼠蛇的人的三位贵人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领域,各自拥有独特的特质,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坚实的支持网络,在你生命的不同阶段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三位贵人可能不会同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,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段,逐一进入你的生命,每一位都在关键时刻为你提供帮助。 而那位一直在你身边的贵人,可能就是在平凡的日常中给予你持续支持和鼓励的人,可能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家人,或是那位始终陪伴你的伴侣,亦或是那位多年的好友。 鼠蛇的朋友们即将步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阶段,这一阶段的到来,部分得益于三位神秘贵人的积极影响。 尤其是那位一直默默支持你的贵人,他们的存在为你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,使你在遭遇困难时总能迸发出战胜挑战的力量。 在职业生涯中,鼠蛇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个关键的转变,这可能是一个项目的重大突破,或是一个意外的新机遇。 在这些关键时刻,你会发现那位一直支持你的贵人会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援助,他们可能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,或在你迷茫时给予鼓励。 在财富方面,鼠蛇的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财富的大幅增长,这可能体现在工作收入的提高,投资收益的增加,甚至是意外之财的出现。 而这些好运往往与你身边的贵人密切相关,可能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建议,或是介绍了一个充满潜力的职业机会。 无论如何,都应当感激这些看似无形,却实实在在地帮助,因为它们构成了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贵人缘分。 在感情方面,鼠蛇的人也将迎来一段美好时光。 对于单身者而言,你可能会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场合遇见心动的人,而这个机会很可能是由你身边的贵人所安排。 对于那些已经有伴侣的人,你会意识到你的伴侣或许就是那位一直支持你的贵人,他们不仅为你的生活带来温馨与爱意,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你的事业和个人成长。 对于鼠蛇的人来说,尽管总体趋势看好,但在健康上仍需保持警惕。 由于伺火的影响,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,比如睡眠不佳或者感到口干。 在这些时刻,你周围的贵人将以独特的方式给予帮助,可能是提醒你适当休息,或是推荐对健康有益的饮食和活动。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,因此应当重视这些贵人的关怀与建议。 在学习和个人发展方面,接下来的时期对鼠蛇的人而言,是自我突破的黄金时机。 你可能会对新的知识领域产生强烈兴趣,并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显著的成长。 这样的机遇往往是由你周围的贵人所带来的,可能是他们的一句话激发了你,或是他们将你引荐给了该领域的专家。 无论是哪种情况,都应珍惜这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,他们将为你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在社交方面,鼠蛇的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结识许多新朋友,拓宽社交网络。 这些新的社交机会,大多数是由你周围的贵人所提供的,可能是他们邀请你参与重要的社交活动,或是介绍你认识有趣的人物。 记住,每一次新的社交互动都有可能成为你事业和个人成长的宝贵资源,因此应当珍惜这些机会,并以开放和友好的态度迎接每一位新朋友。 在家庭生活方面,鼠蛇的人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和谐与幸福,这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你周围贵人的正面影响。 无论是家庭关系的和睦,还是家庭氛围的温馨,都应当心存感激并珍视这份美好,因为和谐的家庭生活是成功的重要基石。 在人生的旅途中,鼠蛇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三位影响深远的贵人,尤其是那位一直默默在你身旁的贵人,他们的帮助可能会伴随你多年,甚至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。 当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顾过去,你可能会意识到,正是得益于这些贵人的支持,你才能够跨越重重障障碍,实现梦想。 然而,重要的是要记得,尽管贵人的援手不可或缺,但塑造命运的,终究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。 正如一经所言,君子应积蓄才能,待到时机成熟时再行动。 鼠蛇的你,应当珍惜贵人的辅助,同时不断自我增值,提高自己的能力。 这样,当机遇降临时,你才能够把握住它,将运气转化为真正的成就。 即使运势看似顺遂,周围贵人云集,也不应忘记回报社会,助人为乐。 正如俗语所说,福气越多,越要学会分享与给予。 这样不仅能使好运连绵不绝,还能在给予中找到内心的满足与快乐。 谁知道,将来的某一天,你也许会成为他人生命旅程中的那位贵人。 展望未来,鼠蛇的朋友们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性。 在三位贵人的辅助下,尤其是那位始终在你身边的贵人,你将有机会在职业发展、财务增长、人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取得突破。 但切记,运气虽然至关重要,更关键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机遇。 保持谦逊和勤奋,珍惜贵人的支持,鼠蛇的你定能开创更加灿黄的未来。 毕竟,我们无法控制生肖运势的起伏,唯有提升自身智慧,才是吉祥如意的关键。 林语堂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,真正的不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竞争。 他认为,当你选择不与他人争斗时,你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更大的胜利。 因为在不争的背后,隐藏着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和对局势的深刻理解。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,许多人盲目地追求目标,如同野牛般冲撞,却不知道真正的智者是那些像狼一样的存在。 狼不会轻易出手,他们懂得耐心等待,直到猎物疲惫或时机成熟,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。 我们作为世界的居民,不应该成为无知的羊群的一部分,而应该学会在不争中寻求必争的智慧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,悄无声息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无论是选择不争,还是选择争斗,我们都应该顺应实施,随机应变。 顺应自然的力量,乘风破浪,总是比逆流而上更为明智。 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,你的不争能带给你所求的一切。 愿顺风带给你安宁,带给你顿悟,带给你生命中的繁花似锦。 今日的分享至此结束。 请记住,勤奋总会得到回报,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。 祝愿各位朋友福星高照,财源广进,身体健康,生活愉快,期待下次相见。